先将五弦琴的面板与共鸣箱做好 然后就是比较困难的铁砖钉孔部分 报名学员们虽然从完全不会开始做起 但都感到非常有意义 这一次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学习五弦琴 而且是从了解五弦琴的一个历史脉络 或者是以前的主人的使用方式 然后到这个整个制作的过程 那觉得这样子学习起来之后呢 回去可以教导学生们 在课程上呢也可以跟学生们做一个教授 传承下去就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然后也觉得因为自己的族人 自己也是布农族的媳妇 所以觉得说这样子也有一种 很有这样的一个使命 希望可以把它传承下去这样子 画面中所看到的是布农族曾经一度失传的五弦琴 虽然是经过改良版的现代版 但在新一乡明德部落齐老的努力研究制作下 加上台湾城乡协力协会的赞助下 可以在新一国小开课推广 好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布农族有五弦琴 这一个乐器 那今天来我觉得很开心的是 最主要我可以从这里面学习到我们的乐器 我刚刚听我们权益主任介绍布农族有五个 那我就知道公琴还有口黄琴 还有锤的 那这一个我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到 我觉得真的很很棒 而且我很想看的是最早期他是说用木头 就地取材做的 其他也指出五弦琴目前已经失落 也很少有人会制作 因此相当感谢协会的用心 这五弦琴到目前已经失落了 我们布农族之前的我们的老前辈 他们是有用过 到了后来就失传了 没有人在使用这个五弦琴 今天是很高兴他们 这边的一个邀请他们 邀请我现在在这里来跟他们一起来学习来制作 五弦琴是布农族过去的传统乐器 展现是祖先的智慧与布农族的性格 在心意国小的用心推广传承下 加上台湾城乡协力协会的帮助下 相信这布农族的传统特色乐器可以保存下去 记者邱平毅 信力采访报导